站住 这刚封了品位就忘了尊卑之分吗 敢走到本宫前头 姐姐是品位 我也是品位 大家平起平坐 谁又比谁高贵呢 你 主 阿若前脚被渣龙封为嫔妃 后脚刚出门就被金玉言打了一巴掌 同为嫔妃 阿若为何会被人瞧不起 金玉言又为何敢对阿若动手呢 首先一点是阿若的身份卑微 她不过是如意的一个丫鬟 如果不是如意对她视作姐妹 阿若也就不会有了 后面能爬上渣龙床的机会 所以 从头到尾 在众多嫔妃的眼中 即便阿若已经贵为嫔妃 也依旧是个丫鬟身份 当然 如果仅仅是一个丫鬟身份 金玉言反而还不会动手 能让金玉言出手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阿若太高傲了 刚刚策锋 就开始搞小动作 还故意想要超过金玉言 以此来抬高自己的地位 金玉言何等身份 宠官六宫 还有四皇子宰 这样的身份地位 岂会看不明白她的这点小把戏 所以便当众点名 目的当然就是宣誓主权 金玉言可不是善主 对于这种出卖主资的女人 她一贯是看不惯的 虽然她和如意是竞争关系 但对于这种吓人 金玉言真的没看在眼里 原本也就是简单教训几句 想让这个阿若搞清楚自己的地位 但是谁知道 阿若居然还越发狂妄了下 当中善了金玉言的丫鬟 这无疑就是摸了老虎屁股 当初是您揭发了贤妃娘娘 毒害没拼与一拼的皇嗣 可今日皇上却惊口欲言 说贤妃娘娘蒙冤 一奴婢卡 这封赏平位 怕是在打您的耳瓜子 贱婢 阿若打了金玉言的丫鬟 这完全显示出来了 她狂妄和无知的一面 打狗还要看主人 这一巴掌 无疑就像是打在了金玉言的脸上 金玉言是何等人物 怎么会怕了一个阿若 自然一巴掌就回敬了过去 这一巴掌打完 还让阿若一点脾气也没有 而这更是对阿若一种不屑一过 当然 这一巴掌更多是金玉言宣示主权 如果这一巴掌不还回去 那金玉言在后宫中的威望 就会降低了很多 除去金玉言外 为何其他宫女也瞧不上阿若呢 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在众人的眼中 阿若是属于卖主求荣的女人 后宫虽然勾心斗角 但是对这种事情也十分忌讳 更不用说阿若还是如意十分信任的奴婢 所以 从阿若背叛如意开始 她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不会很好 至于她为何会被侧封嫔妃 这其实完全可以说是扎龙的一个手段 并非是真的对阿若的喜欢 扎龙虽然好色 但也是有品味的 阿若在她的眼中 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 而她之所以会这么做 其实就是为了要让阿若受到其他人的排挤 扎龙虽然张 但是不准 她很清楚 如意这件事背后有谁在捅刀子 所以 侧封嫔妃对阿若可不是好事 至于扎龙是否喜欢阿若 从她向扎龙告状 就能看出来一切 阿若向扎龙告状 还希望能得到皇帝的撑腰 但其实这是她太数目损光了 她自己在扎龙的眼中 压根算不上什么 和金元比 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扎龙都说了 她就是一个奴婢 意思也已经很明确 要让她摆证好自己的身份 既然策封了 那就要承受住这份荣耀 换句话来说 那就要忍受住别人欺负 说白了 她就是扎龙的一个工具 扎龙想要得到如意的原谅 那自然是要找罪魁祸首 而阿若就是那个人 只有阿若越采 在扎龙看来 自己和如意采越有可能和好如初 所以 抬高阿若 不过是扎龙的一个手段 而阿若却得以往刑 还真的以为自己有了皇上的宠爱 相比之下 金玉岩打他耳光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扎龙的目的 因此 金玉岩才会有的放肆 完全忽视了阿若 当然 这一点的前提还是阿若自己太做了 完全没有认清形势 这才刚刚策封 就找金玉岩一个宫中老人的麻烦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真的是太愚蠢了 即便是后面挨打过后 还依然不知悔改 值得一提的是 他其实压根就没得到扎龙的宠爱 没完事情的时候 也是需要被罚鬼 最后还要被毒呀 折磨而死 只能说他的这番下场 早在他背叛如意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 给了一封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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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